嘿,我是阿图,一个专注于理性分析问题的教育模组 关注我,一起实现个人成长吧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的老师阿图 为什么有人学习6小时不歇,你刷手机6小时不停 为什么有人跳槽似跳高,而你跳一个坑 为什么有人做什么都很厉害 你连健身读书都困难 快航精英、斜杠青年都修了什么仙 是修了什么专业,让你望尘默契 坚持看完这期视频,别索了今日份的成长吧 我几乎每周都受到类似于以下内容的留言或者词息 刚三毕业学生如何学大学专业 对外汉语汉说中文教师就业全景如何 有多少含金量 哪些专业最有用 哪些专业最好找工作 我想换工作换专业但是又怕失败怎么办 哪些证书的认可度最高 在这个信息爆炸人工证能就更成熟的年代 还在考虑报考一劳容易的专业 花时间和精力琢磨含金量高的证书 你的生理年龄还年轻 但是你的思维方式已经落伍了 这期视频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证实以上这些问题 接下来看起来没有在实际 易用假日提高的选择 经济学和心理学 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份改变我认知的书 比起医学 法学 教育学 机械学这些 学习和就业目标明确的专业 经济学和心理学看起来很没用 因为很难找到专业直接对口的工作 我在读修经济学的时候 一度认为自己可能会成为经济学家 在读教育心理学专业的时候又开始幻想 自己可能会成为心理咨询师 有前瞻性的家长 大多会极力反对孩子行的这种 一业等于失业的转业 在网络和市场经济时代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应用 渗透在社会的那个角落 这里大概提一下 经济学Economics的其他商科专业 包括Commerce Business Studies Marketing 还是有区别的 从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来看 Bachelor of Commerce包含了Accounting和Finance Bachelor of Economics Bachelor of Business和Bachelor of Business Marketing 或者Bachelor of Marketing有所不同 但是经济学是以上这些学科的基础 而且经济学也是人人都该懂一点的学科 专业相关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搜索 往来聊了跟大多数人有关系的经济学应用 供求关系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学模型 虽然商品价格越高 购买的人越少 但是生产者还是单方面的希望生产更多贵的东西 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相反 大多数的消费者更希望购买人价甚至免费的商品 但是对于生产者来说利益少的交易越少越好 当户求关系达到平衡的时候 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商品价格和数量最满意的时候 我又不做生意知道这些有沙子用的 太体英语专业一直是非常好好的专业 靠公务员编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极力看好的选择 花三四年的时间换一张还能量非常高的证书或者一个铁半碗 是大多数家长和学生自认为无可挑剔的自我投资 所有应聘者都可以视为供求关系中的生产者 未来越容易找到稳定工作 就越会有大批生产者加入这个行业 然而作为消费者的招聘方 随着这个领域的生产者越来越多 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拼起更多的并且业生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行业工资不见长 但是竞争莫名其妙的几率 从内容创作者的角度来说 看到其他博主收到掐贩取关的评论或者弹幕 很想为这些博主付评 作为内容审查者 当然希望越多的高质量内容被更多的人看到 同时这些高质量内容也可以得到应有的变现奖励 除去一部分利润 其他现金奖励又将成为下一个高质量内容的成分 想看高质量的内容 又不乐意点赞转发收藏评论 更不愿意花钱去购买原创内容的消费者 你的免费消费官跟那些被你唾弃的占小便宜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可能是你得了便宜还要给差评 无论是顾求关系还是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都有一地的局限性 比如大多数模型都是假设消费者是隐性的 也就是市场价格可以引导消费者 奢侈品越贵买的人就越少 那么给奢侈品加个消费税 给进口商品加一个关税 大家就可以愉快地购买本国评价的替代商品 经济模型难能预测得到 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秘的过渡 国民正在用团购代购的方式购买高价的奢侈品 于是经济学加社会学 有了社会经济学生的学科 看吧 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型都需要改革 你的思维模式傻手也能进步一丢丢 除了不可预测的新型消费方式 打破了传统的消费观念 人的心理变化也挑战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心理学的产生变化在学书界的影响 在这一期视频里面很难以自己 阐述清楚 推荐一本书《西大多的心理学》 接下来我来谈谈看完这本书以后的思考 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于贪念抗争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人 虽然一开始生活会比较辛苦 但最后都能成就自己 成就不等于我赚了多少钱 有多高的地位 而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命状态 从商者战胜不了贪念 就会在虚与之间分盘 从教者不以教育为最基本的目标 而是寻求学生家长 或者其他渠道带来的利益 中众者最后给他死工资 学生毕业以后不愿意提及 甚至影响学生三观的老师 很多对外泰语的学生或者老师 经常问我说 这份职业是不是能赚很多钱 结果以后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些那些 看到这些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可惜啊 花了几年的时间来做一份 纯粹为了赚钱的工作 那一线教师的工作可能真的不适合你 推荐开三观视频 教中文有问题 另外医生律师 工程师 参应从业者 产品制造商 哪个行业不是被贪念打败以后 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呢 个人而言 你不运动又想减肥 不学习又想毕业 不工作又想赚钱 其实都是克服不了贪念 这里在稍微聊一聊 心理学和佛学的理系 更多内容可以参看西大多的心理学 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虔诚的佛教徒 也不想宣扬某种宗教或者理性思想 但从理性角度分析 因缘法 轮回书 客服贪念这些思想内容 又确确实实是佛教的德行 它们跟现代心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是这些业界认同的观点我都不谈 我来说说我不认同的观点 大家印象里的佛学 影视作品里的立地成活 得到成心 都在追寻无欲无求的境界 我不能完全认同这样的无欲无求 生而为人 达到无欲无求之后 个人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社会也不会进步 其实又渐渐地创造了平时不前的谈念 也就是懒 想要了解心知 想要进步 想要世界和平 这些愿望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谈念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不伤害 大多数人的利益 去实现这些愿望 为什么是大多数 而不是所有人呢 因为又无论做什么 都会损害别人的利益 他们可能是当下人眼里的好人或者坏人 好坏不是绝对的这种笼统的观念 大家还是比较常听到的吧 想明白事物的底层逻辑 其实可以把这种逻辑 应用在很多领域 比如自媒体的掌粉秘诀之一 就是取一个吸睛的标题 其实就是利用了观众的贪念心理 好奇 求知 八卦 吃花心理 在这个高度发展的社会 大学里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有用的专业 现在觉得高大上的专业或者职业 毕业以后未必用得上 运气差的可能整个行业都有点过端的 有时候每个人都要开被子 含棉花好年看起来很有就业前景啊 每个人都要吃饭 补辞这个工作看起来不会失业 家家有见识的新时代 开个租借店应该很转 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些很长一段时间来看都非常心细的行业 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心态会变得很平和 有理有据的思维框架下 精妙的想法会不断有限 利用理性分析和辨认思维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啦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做一行爱一行 还能成为行业领袖 有些人做一行费一行 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新时代行业精英 都在学习看似没用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呢 为什么学什么专业都不能马上赚大钱 还要读大学甚至读研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学习怎么学习 懂得时间管理 训练辩证思维 活用经济学模型和心理学知识 坚持将刻意学习变成习惯学习 才有机会站在更高的平台 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 希望你再也不用线上线下 分红头简利找工作 而是在一个闲暇午后 一边品尝 一边挑选找上门的高薪职位 别人在乎你跑得快不快 我不关心你走得远不远 拼这几本改变我认知 我还会二刷的书 西达多的经理学 从零到一 开掉思路里的墙 一刻经济学 七缺理性动物 我们为什么会犯错 想要看阿图的视频吗 留言告诉我吧 最近越来越多的follow 私信或者留言告诉我说 阿图我把你的所有视频都看完了 我很想说 关注就对了 想了想 我想再加一句 记得思考 相换 把它们真正应用在生活里面 如果可以 快来反驳我的问题 你的点赞 收藏 留言找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